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有一段时间没有做视频了 那希望各位在这一段不风平浪静的日子里面呢 都一切顺利 前两天呢,我在靶场碰到另外两位群里面的朋友 那他们也是问我说 好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我初心的视频了 那是,那他们就是很好奇为什么是这样 答案是如此的 因为我在春天还有夏天这两个季节的时候呢 我的八场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勤务步枪还有勤务手枪的竞技 就是这个service rifle跟这个service pistol match 我一般在春季的时候会准备 会准备开始这个每个月的这个match 然后夏天的时候也是会参加这个每个月的这个match 所以这段时间的话就是 一般我心思就是在准备这些东西上面 那既然今天我们提到了这个勤务步枪 还有勤务手枪的这个比赛模式呢 那我就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个介绍 因为这种比赛模式在美国应该是还算常见的 但是在加拿大呢 它的知名度就没有像这个使用手枪比赛 或者是三枪三枪这种比赛模式 有知名度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介绍这个service rifle 这个勤务步枪的部分 然后下一个视频呢 我会介绍这个勤务手枪 service pistol的部分 那第一个我们讲这个勤务步枪 那勤务步枪的定义是什么呢 它的定义可以是在任何时期 被任何国家的军队采用过的步枪 那在美国的这个CMP的比赛 或者是这NRA的比赛当中呢 甚至在加拿大 都可以常常看到这个M1加兰德步枪 那这是二战时期的时候 被美军采用的这种大股东步枪 那也有可能呢 是这个 5-6式半自动步枪 或者是这个前苏联时期制造的SKS 当然 勤务步枪的范围呢 除了刚才 刚才提到的这种比较老式的军用步枪之外呢 也包括了这个现役的军用步枪的民用版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半自动步枪或者是 Semi-Auto Black Rifle 那在北美呢 最常见的最常见的例子呢 会是 AR-15 就是半自动步枪 那它的全自动的军用版呢 就是这个俗称的M4 M16 或者是在加拿大的话叫C7 那在加拿大的话呢 这AR-15 从去年 去年中就已经被 这个 很不公平的被禁止使用 那在美国的话呢 你会发现AR-15 会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选择 在去年发生的这些事情之前 如果你去参加一个 有比较有规模的这个勤务步枪比赛 你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你会看到 虽然大部分的人 会是使用这个AR-15系列 但是 你会看到 可能会有一个 会有 第一个选手 用的是这个 19世纪末的黑火油步枪 然后旁边的这个人呢 用的是 二战时期的老李 然后在旁边这个人 用的是 現代的AR-15 你就会 看到各个时期的 这个 各个时期的步枪 在同一条火线上面 竞争 竞争 这是 如果说 不参加比赛的话 光是在旁边旁观 也是一个相当有趣的经验 中海的 Gas 他在尾部 你也能接受到 将士 在前方的 created 级 行物步枪比赛这种形式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个,在所有的比赛环节当中,所采用的都是无一脱的姿势,也就是说无论你是站着,单膝找地,坐着,或者是趴着, 你的步枪的任何部分除了跟射手本身有接触之外,跟地面还有其他东西不能够有任何接触, 也就是说前面呢不能够用三脚架,不能够用沙袋,枪托呢不能够着地, 如果说你使用的是现代化的步枪的话呢,你的弹夹跟地面也不能够有任何的接触, 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今天是趴着的时候呢,我不能够把弹夹摆在地上,像个这个monopod一样使用弹夹做支撑, 那至于这个每个环节的详细内容是什么呢, 在北美最规范化,最被大家公认接受的这个标准呢, 会是国家来福枪写,会NRA订的这个比赛程序, 那当然在每一个地方的这个俱乐部或者是这个每一个不同的主办方呢, 他们也有可能会制定自己的比赛规则, 所以这个上面呢,需要在参加之前呢, 对这个比赛的这个各个环节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那总结以上的特点, 您可能会发现这种比赛模式对枪械的硬件要求门槛是比较低的, 但是对射手本身的要求呢, 会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 如果说想要参加这类比赛的话呢, 最硬件上面最基本的需求就是一支功能运作良好的步枪, 不一定是要半自动的, 栓动的步枪呢,也能够达到一样的效果。 那我们说到这里呢,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不明白, 那如果我使用栓动步枪的话, 会不会跟半自动步枪比起来会比较吃亏呢? 答案是不一定, 因为如果说使用栓动步枪的话, 那在很多比赛的环节当中呢, 栓动步枪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规则。 那这里有个很好的例子, 例如说在这个MRA的标准比赛环节, 里面一分钟快速射击, 那如果你使用半自动步枪的话呢, 你中间必须要重新换弹夹。 那如果你使用栓动步枪的话呢, 你中间就可以节省这个换弹夹的这个动作。 那一般来讲, 在这种情形之下, 你换个弹夹可能需要五到十秒钟的时间。 那如果说你使用的是栓动步枪的话, 你就可以节省出来这五到十秒钟的时间。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这个两者机械上面的差距就能够拉得很近。 那您可能会好奇, 我在参加这类比赛的时候, 我是怎么样装备自己的步枪呢?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从外观看呢, 我这一支AR15跟市面上其他的AR15在机械上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事实上也是没有的。 可能最不同的地方呢, 是我这一支AR15是活塞运作的, 而不是标准气导式运作的。 但是这种是活塞跟气导式运作, 这完全是一个, 对我来讲完全是一个个人这个喜好的问题。 并没有说哪一种形式就是特别占优势。 那我前端是有一个枪口自退器。 那自退器在快速射击的时候呢, 是有一定的稳定作用。 瞄准镜呢, 如果说你装了瞄准镜, 第一个, 你不一定要装瞄准镜, 但是你装了瞄准镜之后呢, 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个, 你会是跟其他有光学仪器的枪在, 在竞争。 你会被归到这个Optics这个组, 跟这个铁瞄的这个计分呢, 是分开来的。 然后第二呢, 你的瞄准镜的倍数呢, 最大不能够超过四倍。 那如果说你用的是可调, 可调倍数的瞄准镜呢, 那就确定说你在比赛开始之前呢, 把它调到四倍以下。 那我还有加上一组这个备用的铁瞄, 万一我的瞄准镜没有办法使用的时候, 我还可以把它很快地卸下来, 然后使用我的这个悲愤的铁瞄。 然后扳机呢, 我是自己换了一个这个Aftermarket Trigger, 也是个人喜好的问题。 然后会发现我的枪上面加了一些这个左右手, 左右手都能够通用的这些小的配件。 原因是因为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之下呢, 它可能会要求你换你的这个不惯用手, 例如说你如果是丢铁子的话, 它会要求你用左铁子射击, 在某些情形之下会有这种情形发生。 那除了枪械之外呢, 我身后有一系列的这个, 你可能会需要的辅助器材。 那我在这里为大家一一做个介绍。 除了枪之外, 第一个重要的辅助装备呢, 会是备用的上弹装置。 那会是, 如果说你使用的是比较老式的步枪的话, 会是stripper clips, 那我所谓的stripper clips, 是指上面已经上好子弹了的stripper clips。 或者是呢, 备用弹夹。 那备用弹夹的话, 有长有短, 那哪一种比较好呢? 在我的经验里面呢, 大部分的时候是短的弹夹比较好用。 那至于要备多少的这个stripper clips, 或者是备用弹夹呢? 在我的经验里面, stripper clips的话, 至少每一把枪的话, 至少准备大概五到十个, 因为你有可能中间会没有足够的时间, 重新上弹, 或者是你有些stripper clips可能会搞丢, 有可能会受损坏。 同样的情形呢, 会发生在你的备用弹夹上面, 有些弹夹有可能会搞丢, 有可能会被别人顺走, 有可能会损坏。 那这个一般这种工程塑料的弹夹呢, 它损坏的话, 它就直接碎裂掉了。 如果说是传统的这种铝合金弹夹呢, 它不会碎裂, 但是有的时候它的这个送弹口这个feet lips这边呢, 如果说掉到地上之后, 这个部分着地的话呢, 它这个feet lips会变形, 那变形的时候会造成你这个上弹不顺畅的问题。 那在这种时候, 那你就必须要把这个弹夹摆到旁边, 然后使用另外一个备用的弹夹。 所以这为什么我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是说准备五到十个备用的这个上弹装置。 辅助装备里面呢, 第二重要的会是一条好的射击背带。 那这个射击背带呢, 跟普通的这个鞋带用的这个背带, 最大的不同的是, 射击背带可以帮助固定你辅助手的角度, 让你的辅助手不用出什么力。 那使用得当的话呢, 它这个效果会是跟使用三脚架的效果差不多的。 那市面上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射击背带。 那如果说市面上的选择你都不喜欢的话呢, 或者是如果说你有比较特殊的需求的话呢, 那你也可以选择自己做一条射击背带。 那如果说讲到射击背带的使用呢, 那我会在我的步枪技巧班里面会有做更详细的说明。 辅助装备里面呢, 第三重要的会是一副好的手套。 以这个你的惯用手来说, 在夏天的时候当然如果说你不戴手套的话, 效果是比较好的。 但是如果说像我所在的俱乐部, 可能这个11月12月都还会有勤无步枪的比赛。 那这个时候呢, 手指头的保暖就非常重要。 那有的时候薄的手套如果不够的话呢, 可能要考虑戴这种厚的手套。 那相对的呢, 你的这个辅助手呢, 也需要好的手套保护。 因为在某些时候呢, 如果说你需要做一系列的这个快速射击, 在某些步枪上面呢, 以这个加兰德做例子, 它底下的这个活塞管, 是暴露式的, 所以它的热气呢, 会很快的从这个底下这开放的位置散出来。 那这个时候你的辅助手, 因为你的辅助手大概会在这个位置, 所以呢, 可能会需要戴厚一些的手套。 这个时候就已经不是为了保暖, 而是为了隔热。 那辅助装备里面第四重要的呢, 会是一副好的电耳。 那这个电耳跟普通耳罩最大的不同呢, 是这电耳它有这个自带的麦克风, 还有音量调节, 也就是说它可以把这个自动把枪声给过滤掉, 然后你可以正常听到这个靶场其他的人给你的信息。 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能够听到这个Ranger Officer给你开火, 还有停火的口令。 在某些情形之下呢, 我会选择不带这个电耳。 那会是什么情形呢? 如果说我使用的, 我使用的步枪的枪托如果太高的话, 可能会, 如果说我今天带着电耳, 然后在端着枪的时候呢, 有可能这个步枪的枪托会, 会, 会这个, 跟我的这个电耳造成干扰。 那在这种状态之下呢, 我会选择使用, 传统的耳塞。 然后接下来呢, 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些, 就是可以带着, 但是并不是一定需要的辅助装备。 例如说, 我手上的这个Bullistic Chart的弹道卡, 在很大部分的情形之下, 主办方式不允许你使用弹道计算机。 那如果说我今天不能使用弹道计算器的话呢, 那我就是靠我这个目测我的风速, 然后看目测风速还有距离, 这样我就能够知道说在不同的测风的时候, 不同的距离, 我大概需要做多少的修正。 然后下一个会很有帮助的装备呢, 会是一个好的这个腰带, 一个好的Battle Belt。 那它除了能够帮你携带备用弹夹之外呢, 你如果口袋里面有一些杂物, 像这个手机啊, 车钥匙什么的, 都可以摆在这个杂物包里面。 然后同时这后面是一个小的急救包。 如果说去吧场的话呢, 我一般是建议起码带一个你自己个人用的这个急救包, 因为You'll never know. 那除了这个给自己准备的急救包之外呢, 别忘了, 它给枪准备一个急救包。 那我的习惯是我去吧场的时候, 我都会带一个小的这个给枪用的Fersay Kit, 里面就包括了备用的枪油, 然后一些其他小的工具, 或者是清洁的这些装备。 那如果说我的枪发生了这个机械故障的话, 我可以马上在现场做, 我可以马上在现场给枪做一个急救, 不至于因为机械故障的原因, 让我这一天都废了。 那再下一个有帮助的装备呢, 会是一个好的关把镜。 在NRA的这个常规比赛里面呢, 每个射手在慢射的环节, 他是有这个时间去开枪, 然后看他这个照弹点, 然后再进行修正的。 所以好的这个关把镜呢, 会是相当关键的一个装备。 那我今天这个最后介绍的呢, 是这个小东西叫Chamber Flag。 那Chamber Flag是在你这个射击环节结束之后, 这个Safety Officer会要求D ceasefire, 然后会要求说Clear for inspection。 那Clear for inspection, 你就是要给他们看说你的枪塘是已经空了, 没有子弹了。 那有些枪很容易一看就知道, 那像AR系列这种Poker Coe比较小的枪呢, 比较难看到的话, 就是你在枪塘里面塞一个这个Chamber Flag, 这样他一走过去, 他就能够看到说你这个枪塘里面是空的。 那这个不是一定必要的东西, 但是是一个好的习惯, 然后同时也是方便自己, 方便别人。 那我今天为大家做的这个勤务步枪比赛的这个介绍呢, 就到此为止。 那如果您有什么进一步的问题的话呢, 欢迎在comment里面, 在这个留言区里面留言。 那同时如果可以的话呢, 请给我点个赞, 这是我最大的鼓励。 好,谢谢, 我们下回再见。